谢谢明老师 这一次美国为首的全球反中的浪潮不断的烧 然后以川普为首的各式各样 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媒体的访谈跟言论 那事实上是越讲越凶的 那川普接受福斯的专访的内容 谈的面向就更广了 这里头除了究责之外 是一个更大而且更鹰派的战略的这一个抬头 对我们把最近这段时间整理一下 包括刚刚前面几位朋友讲的东西 我们看到几个特点 我先把那特点讲出来 我们再讲细节 第一就是公开批评中共的国家增加 第二就是层级拉高 第三呢言语加重 然后第四呢行为出现 四大特色 我先说国家 最早呢批评这个中国大陆呢 大概就是美国 很快的后来加拿大参加了 英国参加了 西班牙 澳洲 德国 巴西 然后最近呢 这个中共一向觉得说 法国跟我比较好 法国也跑出来讲话了 这是第一个特点 国家增加 第二层级拉高 过去我们看到呢 批评的媒体比较多 国会议员比较多 换句话说呢 这个代议室了 或者这个立法部门比较多 现在我们看到行政部门增加之外呢 很多是国家的这个最高级的 正常出来讲了 美国不用讲了 三个人都出来讲过了 总统 副总统 跟这个国务卿 都出来讲了 然后还被骂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 不在政府里面的班农 现在被骂 美国的成绩拉高了 英国外交大臣 出来讲话了 巴西的总统 都出来讲话了 德国的外交部长讲话了 然后法国总统 出来讲话了 所以成绩拉高了 然后第三个 我刚刚讲说 就是言语加重 原来我们晓得说 法国对这个中共呢 还真是算是比较友好的 我们不是在讲吗 P4所就他们帮忙见的吗 然后过去这个 做生意各方面 来往比较多 那你若有空去 刚刚那段 就是没有封城以前 你若去欧洲走的话 你发现很多大城市 尤其很多法国大城市呢 你看到华为的大看板 那个看板大到就是 像我们说那种 什么NBA比赛 那种大的看板 那么大 好 那法国人说什么呢 马克宏公开讲说 中共处理疫情呢 存在着灰色地带 我们西方不要过分幼稚 不能够把信息自由国家 拿来跟信息不自由国家 拿来做比较 然后也不要幼稚 以为说 中共处理这疫情很厉害 处理得很好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封锁消息 这个话过去是不会讲的 那这次大概 这次痛了 讲了 德国的外交部长呢 马斯讲说 我们最近看到呢 他们修改了武汉的 这疫情的数字 这个事情很令人担心 因为我们如果说 对这个研究 这个病的起因 跟这个疫苗的开发呢 我们如果有这些资讯的话 那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的资讯呢 都不可靠 然后呢 这个来源呢 也都不透明 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相信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希望中共能改变习惯 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些话过去我们都听不到的 好 那这第三个部分 第四个部分就是 从批评的走到行动 而且明老师 这种究责的行动 可能会变成 一连串的国际政治的扭转 对 而且这个行动 我们可以看到 最早的行动 我记得我们几个礼拜前 讲出来 比较更多是一个民间的行动 那现在看起来呢 有很多议员参加了 而且政府行动开始出现 美国国会呢 已经提了多个法案 那准备要付诸实现了 那刚才汪浩兄也讲到 然后那个其他 几位先进也提到 我们看到呢 就企业从中国大陆搬迁 你不是提到说要脱钩吗 要搬迁吗 现在真的美国日本 这个国家 一开始认真考虑说 我怎么出钱补贴搬迁 那印度刚刚你刚提到 也出现类似的这个构想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迹象 表明说 大家从这个 对这个中共的仇恨呢 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 那现在我们具体看到 大概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生产线会调整 刚刚讲说医疗跟医护的 这些这个产品呢 然后再来原料药了 什么等等 然后再来呢 就是应该我们看到 就会是高科技的东西 比如像晶片生产 粮食生产 当然这个不在中国境内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各国都开始 真的要去 要去抢粮货干什么的话 那中国大陆这边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这件事情将来我们再来观察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比较重要一个趋势 慢慢集中出一条主线出来 就是反对中共 变成一个趋势了 大家现在还在慢慢分 现在大家还觉得是 中国中国中国 但是我记得班农讲得很清楚 班农讲说 我们反的不是中国 我们反而是中共 然后我同情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我相信班农这句话将来很快会变成一个主要的思想 那现在大家还在纠缠这东西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之前的一个外长叫唐纳 他说疫情呢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呢 对中共的国际形象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这次持有这种负面态度呢 不只是说我们这些精英成活决策者 现在连一般民间老百姓呢 都开始讨厌中共 然后呢将来 他说他预言呢 他说等到这波疫情过后之后 将来这个世界各国跟中国的其他的关系呢 都会重新调整重新思考 那英国的一个前外长顾问叫伍德 他说别的国家我们现在不晓得 但是美国跟英国呢 现在已经开始这个 开始这个重新调整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立场跟态度 而且他重要的是什么 调整就是我们看中国的眼光 他也做了预测 他说将来在甚至西方社会里面 更大范围呢 会出现这种现象 那我记得过去 我在这个节目上介绍过这本书 我再提一次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呢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感受到说 好像真的跟过去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大家觉得说 以前中共呢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就像刚刚示范先生说的 它是另外一个国家 它只是比较落后一点点 然后它跟世界文明没有接轨 然后我提供我们的教育 提供先进思想给它 希望它能慢慢转变 这是一种思路 第二种思路就是 这个进WTO 它是因为经济比较落后 但它让经济跟国际接轨之后呢 它就慢慢调整过来 这个也曾经是中国内部高层的 这些民主派的一些想法 他们真的希望说 中国跟WTO跟国际接轨之后呢 能够倒逼中国民主化 但这设想呢 看起来现在也失败了 现在回头大约痛定思痛 检讨的结果发现说 它占了我们的便宜 然后得了这么多好处 结果我们不但没有改变它 它反而来改变了我们 而且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 破坏了我们的体系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脱钩了 不过等一下再解释一下脱钩底线 脱钩现在看见说 大家慢慢把这生产线把它拉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 这个趋势只要持续一段时间 根本不要太久 一两年时间 中共的这个中国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角色呢 会大幅萎缩 这是已经很明显的 第二呢 就责呢 我看现在是这样子 这个病毒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怎么流出来的 这个现在有很大争议 但有几件事情是没有争议的 我提醒大家 第一 中共隐瞒疫情这件事情 大家是没有争议的 你1月10号说不会传人 那1月20号 你又开始说 有可能传人 2月3号开始封城 所以第一 隐瞒疫情这件事情 你难辞其咎 第二 你在封城前后 你让大量人离开武汉 甚至来到国外 你没有告诉我们 这是第二个 让人大量流出来 第三呢 这么长时间 你伙同社会组织 欺骗我们大家 第四呢 你欺骗就算了 你甩锅给我们 所以这四大罪 我估计将来跑不掉 那不管将来病毒是谁做的 然后是什么流出来的 那不管 但这四个呢 恐怕大家会就责到底 所以现在我们就谈到脱钩了 脱钩呢 大家先把它看作是一种惩罚 其实不完全是 脱钩现在对美国来说 自保大于惩罚 因为对他来说 如果说我这些生产 或关键的生产 生产线或什么东西 都还摆在一个具有敌意的地方 那对我来说太危险了 而且他们心里在想什么呢 说不定今年秋冬会来第二波 我以第二波回来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准备 那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现在应付这一波 所以我认为自保大于惩罚 所以刚刚讲说 这个他们要开始 把这些产业的人拉回来 现在看到说 产业全面回归呢 大概是个明确的政策 现在商务部明确讲说 要把采购跟制造业移出来 大概一个不外乎是 关税的这个奖励了 第二就是你回国生产的话呢 或者生产补贴 然后美国做事情比较科学 比较仔细 我们看见就是 他们开始下令的 各部门开始下令 就自己手上所分管的 这个领域跟部门呢 开始进行详细的回去调查 调查什么东西呢 有哪些东西呢 我们在中国大陆生产 在中国大陆制造 然后那个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移回来 它很清楚的 一项一项一条条列 但它知道美国是一个 很科学的国家 是一个很系统的国家 它一旦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做的是水云泄地 是全面铺开 非常详细的 过去我讲过 美国它卖科技 卖军工科技呢 它是有个检查表 那个我们叫检查表 其实是一本大本子 哪一个国家 我卖东西 不管是service 不管是服务也好 或者说产品也好 或者说技术也好 或者什么东西好 我对哪一个国家 卖到什么东西 我很清楚的一个清单在那里 我就知道这清单 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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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我宁可少卖 我不要多卖 也就是我把国家安全 列得很前面 前面为什么这么多年 大家没有警觉呢 我就说 大家把它看作是 另外一个国家而已 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 需要我们去教育 开发 然后拉上国家 现在发现完全不是了 我记得我们几个月前 大家不是把那个 百年马拉松那种书 大家都带来了吗 百年马拉松代表了 这一代的美国人 对于上一代的 这个对华政策 一个总的反省 虽然它那个东西呢 可能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再往下推进 但那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今天我们看到这政策呢 不能说是一点一撇的去落实 但是很明确呢 是朝向的方向 现在大家看见说 对过去跟中国大陆 做生意呢 可以赚钱 经过这次生病 几个月之后 大家发现说 原来一个生病 让我们损失的钱 会超过过去赚的钱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从大概2010年呢 中共就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最大的制造国 它生产了28%什么东西 现在大家慢慢醒悟到说 光便宜不行 它必须还附带着安全 所以你讲了 不是说经济繁荣圈吗 现在美国说 准备建立一个 叫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叫经济繁荣圈 也就是说在什么 数位商业啦 能源啦 基础设施啦 从研究贸易到教育 什么各方面呢 能够它遵循相同标准 或类似标准的国家 简单说 我们的价值观 什么各方面都很相近 这样子的话 我把东西摆在这里呢 我才觉得安全 那蓬佩奥在 大概前几天提到说 跟澳大利亚 跟印度 跟日本 纽西兰 韩国 跟越南合作 要推动这么一个 向前进的这么一个供应链 然后同时在南美 也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在这边 我得说一下 美中脱钩呢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不容易很快全断 你上次提到那个 光是什么学民要了 或什么那些半成品的东西 就已经很清楚了 美国小孩不可能完全脱 所以现在比较关键 是台湾的问题 我们多次讲 不过我还是再提醒一下 第一呢 台湾真的要有国际观 我们不能只是看 我们自己跟大陆关系 我们得看见说 全球现在怎么看大陆 全球现在对中共 是什么态度 如果全球现在 开始反共分共的话 我们必须第一 看见这个趋势 第二 我们必须看见 反共并不等于反华 中共是拿虚假的民族主义 来骗人来统战 台湾人不要上当 我们将来想清楚 到底什么样 才对华人最好 对台人最好 我们必须要选边的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要选边 不只是政治选边 经济也必须选边 各位看到了 生产量开始调的时候 它也是检验一个 政治忠诚度的一个标准 好 那再来选边选什么呢 我们过去讲过 选价值观 现在的价值观很简单 浓缩成为反共还是亲共 过去我们讲过说 这一次选举 谁不反共就选不上 现在我们可以讲说 这一次的大调整 谁不反共 谁不分共 将来就没有未来 这已经很明确的了 但讲完这话 我还得提醒一下 我们即便是要反共分共 我们是要拿捏分寸 国家利益第一 不可以玩过火 在现阶段如果玩过 像另外一方面 我们当然要选边 但像另外一方面 如果玩过火的话 我们要引爆 第四次台湾危机 当然不会怎么样 但是毕竟是一个 很大的冲击 我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火 火 火